The Secret 秘密 是一本心灵励志书 本书作者朗达·拜恩 是澳大利亚电视工作者 有一年父亲突然去世 工作遭遇瓶颈 家庭关系也陷入僵局 就在人生跌至谷底 生活即将崩溃时出 意外发现了 隐藏在百年古书中的秘密 作者还发现 许多当今的佼佼者 早已了解并运用此秘密 洞悉这个秘密的人 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他们现身说法告诉你 幸福 快乐 健康 金钱 人际关系 这个秘密都能给你 了解这个秘密 没有你做不到的事 不论你是谁 你想要什么 这个秘密都能给你 过去的你 不是你 许多人都觉得 自己是人生的受害者 并且常常归咎于过去的世界 或许是被父母虐待 或在不健全的家庭中成长 多数心理学家都相信 约有85%的家庭都是不健全的 所以你突然变得没那么特别了 我的父母亲都酗酒 父亲虐待我 母亲和他离婚时 我才六岁 我要说的是 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有类似的经历 真正的问题是 你现在要做什么 现在你的选择是什么 因为你可以继续专注在过去 也可以专注在你想要的事物上 当人们开始专注于他们想要的事物 他们不想要的部分 就会退去 他们想要的会扩张 不想要的则会消失 一个人若是一直想着人生的黑暗面 不断地活在过去的不幸和失望之中 他就是在祈求未来 有着相同的不幸和失望 如果你认为未来只有厄运 你就是在祈求他 当然就会得到厄运 如果你回顾自己的生命 并把焦点 并把焦点放在过去的困境 只会为现在的自己 带来更多的困境 一切都让他过去 一切都让他过去 不管他是什么 为自己这么做吧 如果你一直抱怨 你只是在伤害自己 你是唯一创造自己该有的生活的人 当你可以把焦点放在你想要的实物上 开始散发出美好的感觉时 心理法则就会予以回应 你只要开始去做 之后 你就能释放出魔法 你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 你就是作者 你撰写故事 笔在你的手上 结局就是你所选择的一切 心理法则的美丽之处 就在于你可以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开始去想真正的想法 可以开始在内心 营造出和谐与幸福的情感气氛 心理法则将会开始 给予回应 所以现在 你开始有了不同的信念 例如 宇宙是充足而有余的 我没变老 我越来越年轻之类的信念 我们可以利用心理法则 创造出我们想要的样子 你可以从遗传 文化习俗 社会信仰之中 彻底解放出来 并以此 永远证实 你内在的力量 比世界上其他力量 都来得大 你也许会想 嗯 这很好 但我做不到 或者 是他不让我做 他绝不会让我做那样的事 我没那么多钱 做那样的事 我不够强大 我做不到 我还不够富有到 能做那件事 我不 我不能 我不够 我不 每一个我不 都是创造 当你在说我不的时候 去察觉它 并去想想 这样会创造出什么结果来 这是个很棒的想法 沃尔夫博士给我们分享的这个 他洞察到的事情 同样也被所有伟大导师 以 我是 这个词语的力量 所证明 当你说 我是 当你说 我是的时候 其后所接的内容 就是用 强大力量 所召唤来的 创造物 因为 你正在宣布 它成为事实 你很肯定的 在陈述它 于是当你说完 我累了 我破产了 我病了 我迟到了 我太胖了 我老了之后 神灯巨人 马上就会说 您的愿望 就是我的命令 有了这个认知之后 如果能利用 我是 这个最有力量的词语 来做 最有益于你的事 不是很棒吗 何不这样想 我是 在感受 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是快乐的 我是富足的 我是健康的 我是爱 我总是很准时 我是永远年轻的 我每一天 都充满活力 查尔斯哈尼尔 在他的 《万能要事系统一书》中 宣称 有一句肯定句 能包含人类 所有的愿望 还能为所有事物 带来和谐的条件 他补充说 理由是 这句肯定句 与真理完全一致 当真理出现 一切错误和不一致的形式 必然会消失 这句肯定语是 我是完整 完美 强壮 有力量 充满爱 和谐 又快乐的 如果这听起来 像是个费力的工作 好像需要把你想要的东西 从看不见的地方 拉到看得见的地方 那么就试试这个捷径吧 把你想要的东西 看成是寄存的事实 如此一来 你想要的事物 就会以光速显现出来 在你要求的当下 在宇宙的精神界 一切事物存在的领域 它就已经是事实了 当你在心中构思某件事物 并知道它将会变成事实 毫无疑问 它就会真的显现出来 这个法则所能为你做的事 是没有限度的 要勇敢地相信自己的理想 把它想象成 是已经完成的事实 当亨利福特 要把他对汽车的愿景 带到世界上的时候 四周的人都嘲笑他 认为他是疯了 才会追求这样荒唐的愿景 亨利福特 比那些嘲笑他的人更清楚 他了解这个秘密 也知道宇宙的法则 不论你认为自己 能还是不能 你都是对的 你认为自己做得到吗 有了这个知识 你就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 过去你或许低估了自己 有多出色 而现在你知道自己 就是那至高的心灵 能够从唯一至高心灵那 获取任何你想要的事物 任何发明灵感 解答事物 你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 你是无法形容的天才 所以开始这么告诉自己 并去觉察真实的自己 这会有界限吗 当然没有 我们是不受限的存在 我们是没有最高限度的 这个地球上的每个人 其内在的能力 才能 天赋和力量 是完全无限的 小心你的思想 你的一切力量 都存在于 对这股力量的觉察中 并通过意识 掌控这股力量 你如果放任你的心 它就会像失去控制的 蒸汽火车一样 把你带到过去的思想 然后再把你带到 未来的思想 借着把过去的不如意事件 投射到未来 这些失控的思想 也是在创造 当你有所察觉的时候 你就是处于当下 并且知道 自己在想什么 获得对自己思想的控制 就是你一切力量 就是你一切力量之所在 因此 要如何变得 有觉察力呢 有个方法是停下来 问问自己 现在我在想什么 我现在感觉如何 当你这样问自己的时候 你就是处在 觉察的状态 因为你已经把心 带回到当下 每当你想到它 就把自己 带回到当下的觉察上 每天坐上几百次 因为要记得 你的一切力量 就在于 自己对这股力量的觉察 迈克·布纳德 把对这股力量的觉察 做了总结 他说 要记得去记住 这句话 成了我生命的主题曲 为了帮助自己 变得更有觉察力 让我能够记住 我请求宇宙 每当我的心被取代 或是把我当傻瓜 在那边开派对 请给我一个温和的提醒 把我带回到当下来 这温和的提醒 可能是自己 无意中撞到的 或者是因为东西掉下来 巨大的声响 以及警报或铃声响起 这些对我来说 都是一种信号 提醒我 心不在焉了 必须把心 带回到当下来 当收到这些信号时 我会立刻停下来 问自己 我在想什么 我感觉怎样 我有觉察力吗 当然 我这么做的时候 就是有觉察力的 在你问自己 是否觉察的当下 你就在那里了 你是有觉察力的 力量的真正秘密 就是去意识到 力量的存在 当你觉察到 这个秘密的力量 并开始去使用它 你的一切疑问 都会得到解答 当你开始 对心理法则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时 你就可以 把提问 变成一种习惯 然后 你会得到 每个问题的答案 要达到这个目的 你可以从 使用本书开始 假如你在寻找 生命中 某件事的答案 或指引 那就先提出问题 并且相信 你能得到答案 然后 随意翻开本书 你打开书页的地方 就会有你 正在寻找的答案 或指引 事实上 一生中 宇宙一直都在 回答你的疑问 然而 除非你是有 觉察力的 否则无法 接收到答案 留意周遭的 一切事物 因为生活中的 时时刻刻 你都在接收 问题的答案 答案出现的途径 是没有限制的 它们可能会吸引 你的注意的 报纸头条 无意中 听到别人的话 广播中的一首歌 路过卡车上的招牌 突然获得的 灵感等方式 来传达给你 要记得去记住 并且 要有觉察力 我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中发现 我们都不认为自己好 或不够全然地爱自己 不爱自己 会让我们远离 我们想要的事物 不爱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把这些事物 从自己身边 推开 我们想要的一切 不论它是什么 都是由爱引发的 拥有这些 青春 财富 完美的伴侣 工作 身体或健康 就是要去体验爱的感觉 要吸引我们所喜爱的事物 我们就必须传送爱 然后这些事物就会立刻出现 重点是 要传送爱的最高频率 你必须 先爱自己 而这对许多人来说 可能是很困难的 如果你把焦点放在外在 即眼前所看到的东西 你可能会绊倒自己 因为你现在所看到 感觉到的自己 是你过去的习惯性 思维小的结果 要全然地爱自己 就必须把焦点 放在你生命的新层面上 必须专注在你内在的灵在 指的就是 察觉力活在当下 活在每一刻中 静静地坐一会儿 焦点放在感受你内心 那个生命的灵在 当你专注在内心的灵在 它就会开始显现在你面前 它是一种纯然的爱 和幸福的感觉 是一种完美的状态 灵在就是你的完美状态 灵在就是真实的你 当你专注在那个灵在上 去感受 去爱 去赞美那个灵在 你就会全然地爱自己 很可能 是你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每当你用批评的眼光 看待自己时 立刻把焦点 转换到内心的灵在上 它会在你面前 展露它的完美性 如此一来 你生命中已经显现的不完美 将会消失无踪 因为不完美 无法在这个灵在的光芒下存在 不论是要重新获得完美的视力 消除疾病 恢复健康 转平为父 返老还童 或杜绝任何负面性 就把焦点放在你内心的灵在上 去爱它 然后完美就会显现出来 绝对的真相是 我是完美 完整的 真实的我是灵性的 因此不可能不完美 它永远不会有匮乏 限制 或疾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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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